一望无际的草原上,牧民们与他们一起生活,并且投入生产,他们给牧民们带来了致富的希望,饲养他们到底难不难,要注意哪些饲养管理方法? 本期农广天地为您带来呼伦贝尔羊养殖技术,传播农业科技经营知识,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你好观众朋友,很高兴和您相约在农广天地,我是曾祿,在辽阔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牧民们赶着羊群的美丽画面深入人心,一直以来,养羊业是呼伦贝尔牧区的支柱产业,对增加牧民收入,促进牧区社会发展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今天就跟大家说说,著名的呼伦贝尔羊是如何养殖的。 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 吕伯千里,一望无影 微风吹过,成群的呼伦贝尔羊如珍珠一般洒落山谷,点缀其中。 呼伦贝尔羊是一个肉用绵羊品种,最早是属于蒙古羊中的一个品气,形成和繁衍于水草丰美的呼伦贝尔大草原。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这种羊基本处于自然放牧的状态。 1981年以后,呼伦贝尔市畜牧局开始有计划地对这种羊进行选育工作。 经过二十年的不断选育,最终形成了一个遗传性能稳定的群体。 2022年9月,通过了内蒙古自治区科技厅畜牧业厅的审定验收。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正式将这个品种命名为呼伦贝尔羊。 那么,呼伦贝尔羊是个什么样子呢? 呼伦贝尔羊在绵羊中算是个头比较大的。 这与当地严寒的气候密不可分。 呼伦贝尔羊的体格非常强壮,四肢十分结实。 大腿的肌肉十分丰满,后驱发达。 背毛比较厚,背白色。 有少部分的羊的头部会有黑色的毛。 公羊少部分有脚,母羊无脚。 尾巴大而肥厚,并且下垂。 成年公羊平均体重82.1千克。 母羊平均体重62.5千克。 呼伦贝尔羊公羊和母羊6至8月0性成熟。 种公羊和种母羊初配年龄都为18月0。 繁殖适合的年龄为18月0至7岁。 母羊一般每年9至11月份发情。 发情持续期30小时左右。 发情周期15至18天。 妊娠期150天左右。 经产母羊产高率为110.2%。 其实,在牧区,养殖这种羊并不难。 呼伦贝尔羊的合群性很好,因此可以组织大群放牧。 一般每群羊可以控制在600至1000只左右。 当羊群进羊圈时,只要头羊先过,整个羊群就会争先跟进。 因此羊群虽大,却比较容易驱赶和管理。 除了合群性好外, 呼伦贝尔羊的采食能力也很强, 但不会啃食草根, 因此不会破坏草场。 呼伦贝尔羊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特点, 就是适应性十分强。 位于我国东北部的呼伦贝尔草原, 无双期短,枯草期长,冬季漫长。 呼伦贝尔羊长期生存在这种气候严寒的生态环境中, 因此具有抗凝性强,耐寒,耐粗丝的特点。 能够在覆盖20多厘米厚的雪地里, 长时间刨雪吃草,维持生命。 因此,呼伦贝尔羊适合在我国北方的呼伦贝尔, 洗凌锅勒等草原上进行放牧饲养。 了解了呼伦贝尔羊的特性习性, 只能说您做好了饲养它们的知识储备, 如何将这些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呢? 我们还是先得从养殖准备说起, 比如说为它们搭建一个什么样的眷舍, 供应什么样的饲料, 先解决它们的饮食起居问题。 养殖呼伦贝尔羊一般来说要准备两种眷舍。 第一种是一种不固定的眷舍, 当地牧民称这个为哈萨。 哈萨一般是由多个铁栅栏围成的一种简易眷舍。 根据哈萨大小的不同, 会在铁栅栏的外围设置若干个小的三角形的铁栅栏, 能起到固定哈萨的作用, 可以防止哈萨内的羊将栅栏冲撞开。 这种眷舍拆卸与运输十分方便, 有利于牧民进行轮牧。 哈萨主要是在夏秋季节使用。 而另外一种就是固定的砖瓦结构眷舍。 这种眷舍主要是在冬春季节, 给妊娠后期的母羊和刚出生不久的羔羊居住。 砖瓦结构眷舍一般会在房顶的朝南一侧铺设阳光板。 阳光板的主要材料为聚碳酸汁。 这种阳光板具有比较强的抗压性, 采光和保暖效果也比较好。 因此这种眷舍非常适合东北寒冷地区。 羊舍的面积可根据饲养规模而定。 一般每只产高牧羊要保证1至1.5平方米的活动空间。 每只羔羊保证0.5至0.8平方米的活动空间。 呼伦贝尔草原上的牧草种类十分丰富。 天然牧草适口性好, 特别是在生长早期, 细嫩可口, 羊的采食量比较高。 其中主要的牧草种类有, 河本科中的羊草, 豆科的紫木须, 和百合科的沙葱等。 除了放牧外, 在每年秋季还要储备大量的干草, 好在冬春季节进行补饲。 除了牧草外, 能量饲料和蛋白质饲料也是不可缺少的。 能量饲料是指, 饲料中粗蛋白质含量低于20%, 粗纤维含量低于18%的饲料, 包括玉米、高粮、 小麦、 米糠、 麦麸等。 蛋白质饲料是指, 饲料中粗蛋白质含量大于或等于20%, 粗纤维含量低于18%的饲料, 包括饼破类、 鱼粉、 骨粉等。 能量饲料和蛋白质饲料是呼伦贝尔羊母羊、 妊娠期和哺乳期重要的营养补充来源。 呼伦贝尔羊肿羊一般都是由专业的肿羊厂来饲养。 呼伦贝尔市1981年开始设立种羊厂, 农户要从种羊厂来选购种羊, 对于牧区的牧民来说, 一般只饲养种母羊, 而种公羊是由呼伦贝尔市种羊厂和各个扩帆厂来饲养。 牧民一般在每年的9至11月份的配种期, 将种母羊送到种羊厂或者扩帆厂, 由专业人员采用人工受精的方式进行配种。 所以牧民们一般是在每年的8到9月份引进种母羊, 这样饲养一段时间后就可进行配种了。 这种养殖方式, 一个是可以降低牧民的养殖成本, 另外, 由专业的种羊厂和扩帆厂来饲养种公羊, 也能保证种公羊的质量和精业的品质。 那么, 种母羊要挑选什么样的呢? 一般来说, 种母羊达到18月0就可以配种了, 因此, 种母羊要选择18月0以上的, 要求体高在65厘米以上, 体长在70厘米以上, 胸围在88厘米以上, 体重在52千克以上, 种母羊的利用年限为5到6年。 引进的种母羊不久就要进入配种期了。 过去呼伦比尔羊一直是采取 自然交配的方式进行繁殖。 近年来, 为了提高受孕率, 呼伦比尔羊也开始采用 人工受精的方式进行繁殖。 每年9至11月份的配种期, 牧民们就会将自家的种母羊 赶到种羊厂或者扩帆厂, 通过人工受精的方式进行配种。 刚才我们提到, 人工受精的方式可以大大提高受孕率, 但是要获得较高的繁殖率, 就必须照顾好妊娠期的母羊, 确保高羊们平安健康的出生。 所以牧民们一向对母羊 妊娠期的饲养管理工作 格外的认真谨慎。 配种后的呼伦比尔母羊 不久就要进入妊娠期了。 在配种后的20天左右, 母羊不再出现发情, 并且食欲加大, 行动小心谨慎, 负为越来越大, 就基本上可判断为妊娠。 妊娠期150天左右, 可以分为妊娠前期和妊娠后期两个阶段。 母羊妊娠前期, 也就是前三个月。 这个时候, 管理的目的是保证胎儿正常的生长发育。 要保证妊娠羊所需营养物质的供给。 在牧草旺盛的时节, 只要放牧, 就基本能够满足营养物质的需求。 妊娠羊要单独组群放牧, 每天早上八点将羊群放出。 地形要选择地势平坦的或者丘陵的羊坡。 每天下午五点, 会将羊群赶回眷舍。 这个时候, 母羊仍然可以在哈萨中管理。 母羊妊娠后期, 也就是后两个月。 由于天气寒冷, 母羊转到砖瓦眷舍中进行管理。 但仍然要坚持放牧, 每天早上七点将羊群放出。 出入眷舍要慢, 不要拥挤, 放牧时不要赶得太快, 不要使母羊受到惊吓, 防止早产和流产。 要选择草场条件较好的地方放牧。 这个阶段, 铁儿生长发育迅速, 对营养物质的需要也显著增加。 因此, 母羊对营养物质不仅需要比较高的质量, 数量也远远超过人身前期。 除了每天的放牧外, 必须要进行补试。 每天早中晚四味三次清干草, 每只羊每次四味一到1.5千克。 每次四味清干草之后, 要四味一次全价饲料。 具体配方为, 这种饲料配方中, 能量饲料和蛋白质饲料搭配比较合理, 能够提供胎儿生长发育所需的营养。 每只羊每次四味0.5至0.8千克。 可以像这样, 一直扑思到母羊分娩。 150天后, 乌伦贝尔羊母羊就分娩了。 一年一胎。 一胎产一头或者两头。 出生到4月0的小羊为高羊管理阶段。 乌伦贝尔羊一般夜晚或者清晨蝉子。 每天早上, 牧民都会检查眷舍, 将蝉子的母羊和高羊挑选出, 单独进行管理。 刚出生的高羊很稚嫩, 分娩后的母羊又很虚弱, 它们都是牧民们重点照料对象。 为了让它们的身体吸收到丰富的营养, 高羊和母羊的饮食问题最为关键。 那么牧民们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我们还是先从高羊怎样吃出乳说起。 高羊出生后30分钟内, 必须吃到出乳。 牧羊产高后30天内, 分泌的乳汁称为出乳。 出乳对高羊增强体质, 抵抗疾病, 排除胎份, 具有重要作用。 是提高高羊成活率的关键措施之一。 以后会每隔两个小时左右吃一次, 逐渐减少。 牧羊产高三天以后的乳汁成为常乳, 是供给高羊生长发育的主要营养来源。 生产后的牧羊和高羊要在单独的眷舍内管理。 但是在羊舍内, 总会有一些粗心大意的母亲, 照顾不到自己的孩子。 小家伙找不到母亲就没奶吃。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饲养员在羊舍内设置了一个个的小铁笼子, 将牧羊和他的孩子捐在这个小笼子里, 来增进他们母子的关系。 看, 这回小家伙吃得可够香的。 在这个笼子里待上三天左右, 母子关系融洽了, 再将他们放出来, 小羊羔就不怕没奶吃了。 对一些母性不好或者初次做妈妈的母羊来说, 这种办法是十分有效的。 在眷舍内管理三到五天后, 要母子分群。 高羊要留在眷舍内管理, 而母羊白天要放牧, 晚上要赶回眷舍内管理, 但是早中晚要定时回眷, 给高羊补入三次。 高羊留在羊舍内训练开始, 可以放置一些青干草, 让羊羔自由采食。 高羊在舍内饲养一个多月, 全部能采食四草饲料后, 可以跟随母羊到草原上放牧管理。 而此时, 哺乳期的呼伦贝尔母羊也要加强管理。 母羊哺乳期一般三到四个月, 分为哺乳前期和哺乳后期。 哺乳前期是指产高后的一个月内, 这个阶段的管理十分重要。 一是, 母羊产高后体质虚弱, 需要尽快恢复。 二是, 高羊此时生长发育较快, 需要更多的营养。 由于此时, 羊羔的胃发育不完全, 所需的营养大部分要依赖于母羊的乳汁, 所以哺乳前期, 必须加强哺乳母羊的营养。 除了每天的放牧外, 回卷后, 要补私一次优质青肝草和全价饲料。 青肝草每次每只母羊补私, 一到1.5千克。 全价饲料的配方和人生后期母羊是一样的。 每只母羊每次补私, 200至300克。 要按照先为青肝草, 后为全价饲料的顺序进行补私。 母羊产高后的第二至四个月, 为哺乳后期。 哺乳后期母羊的秘乳量下降。 因此, 羊羔的肠胃功能基本发育完全, 可以大量的采食牧草, 对母乳的依赖程度减轻。 而此时, 正是草原上牧草茂盛盛的季节, 因此可以逐渐取消对母羊的补私。 放牧就基本可以满足母羊的营养需求。 一般来说, 羔羊饲养到四月零就要断奶了。 但是在草原上, 到了七月下旬, 不到四月零的也要强制断奶。 不强制断奶, 有利下的碗的膏子继续跟着母羊吃奶, 这样的影响到母羊就是下一步抓标。 要是影响到母羊抓标的, 就是有个整个影响它的配种啊, 这要是产膏啊, 它体况不好的受到一定影响, 所以我们就是强制断奶。 强制断奶以后, 我们就是把这个干端奶的膏子, 我们就尽量放到寄生起来以后, 就是放到这个草产比较好的地方, 让它继续抓标。 断奶后的呼伦贝尔羊称为育成羊, 要整群鉴定, 不留作种用的, 要进行去世。 去世后的羊要单独组群, 在草原上进行两个月的短期育肥。 八月份开始到一直到十月份, 就是两个多月育肥以后出栏。 因为出栏的就是还能增长到一部分体重, 好的就是能达到三十五公斤, 就开始出栏。 呼伦贝尔羊出栏比较早, 一般在过冬前就会将羊卖掉。 因为过冬会使呼伦贝尔羊掉标, 又会增加饲料成本。 过冬前卖掉就会使养殖效益达到最大化。 断奶后的母羊也就进入到空怀期的管理了, 每年的六到八月为种母羊的空怀期。 空怀期是种母羊恢复体矿, 为下一个妊娠期储备营养的阶段, 要单独组群放牧管理。 我们来看看牧民们具体是如何安排的。 每天早上六点将羊群放出。 要利用河流或者湖泊周围的草场, 可以躲避酷暑。 羊群赶到指定草场后, 让羊群均匀地散布在一定的范围内, 自由踩食。 放牧时注意太阳和风向, 一般是顺风出, 顶风归。 晚上六点将羊群赶回眷舍, 这样中母羊就会很快地恢复体制, 参加下一次配种了。 要想养好呼伦贝尔羊, 我们还要做好其他的一些日常管理工作。 每天要在日落前将羊群赶回眷舍, 羊群回眷前要进行一次补盐和补水。 食盐是呼伦贝尔羊生长发育不可缺少的物质, 将食盐均匀地撒在食槽内, 让羊自由取食。 食盐在提高羊的食欲, 促进消化液的分泌等方面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般情况下, 每只羊每天应补10克食盐左右, 补盐后要再补一次水, 主要是补充方木时, 采水量的不足, 保证水质的清洁。 补盐补水后, 就可以将羊群赶回眷舍内了。 每年的5-6月份, 天气逐渐变热, 这个阶段要对呼伦贝尔羊进行一次剪毛。 剪毛一般是在眷舍内操作。 为了方便剪毛, 先要将羊的两个前蹄和一个后蹄绑在一起。 剪毛时, 从后蹄部位开始下剪刀, 贴着皮肤将羊毛剪下。 剪好一面, 再剪另一面。 剪毛后还要立即做两项工作, 一个是对羊进行修蹄。 呼伦贝尔羊在饲养过程中, 蹄甲会变长, 严重的会引发蹄病。 修蹄时, 先用修体剪刀将过长的蹄肩剪掉, 再将边缘慢慢的修整好。 这项工作每隔一个月都要进行一次。 第二, 还要进行一次驱虫。 放牧饲养的呼伦贝尔羊容易感染各种体外寄生虫。 一般使用异维菌素, 用量要在兽医的指导下, 按照说明书使用。 这次驱虫后, 在秋季还要进行一次驱虫, 用量与方法是一样的。 在剪毛一周后, 要对羊群进行一次药育。 药育可以预防和驱除羊体外寄生虫, 同时还可以预防羊介满病。 药育前有几个需要注意的问题。 第一, 药育应该选择暖和无风的天气, 以防羊受凉感冒。 第二, 羊群在药育前八小时要停止放牧和思维。 药育前两到三小时要给羊充分的饮水。 药育时, 要先将羊群赶进药育池前端的水泥平台。 每次可以药育十至十五只羊左右。 药育池的水位要保证在一米左右。 水温要保持在二十至三十摄氏度左右。 药育一般使用负方贝精松溶液。 具体用量按照说明书使用。 接着就要将羊赶进或者拖进药育池内。 羊会慢慢地通过浴池通道, 工作人员会站在通道一边, 用带钩的特质木杆控制羊, 使羊的大部分身体都能浸在药育池内。 通过药育池通道的羊会在缓冲台上稍作休息, 抖干毛后,就可以将羊群放出了。 呼伦贝尔羊的免疫也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 要按照国家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计划来操作。 呼伦贝尔羊肉质十分鲜美, 深受广大消费者的欢迎, 经济价值也比较高, 草原上的牧民常常说道, 养殖呼伦贝尔羊给他们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 草原上的呼伦贝尔羊让他们的生活过得更加美好。 好了, 很新的网天地就是以上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关注。 如果您想查询栏目的更多内容或信息, 可以登陆中国网络电视台,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